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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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:「朕思张庭玉、内卿,若果善作为福,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,大臣任大则众,远不能免人指摘,闻过则喜。古人所上,若有机威界地于凶一间,则非大臣之度矣,今见此奏,亦当自免,致执掌太多。 如有可见,侯阳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障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系亲密,刘统勋妻,零岁时,乾隆皇帝亲密遇刺赞连戒警,四字匾额送给他。 1773年11月16日,刘统勋上早朝图中,到东华门外时,抬轿的人发现轿子歪斜了,打开轿脸,发现刘统勋双目紧闭,已经不能说话了。 乾隆皇帝闻讯,赶紧派御前大臣扶龙安前去救治,可惜刘统勋已经病逝,想言76岁,对于刘统勋的去世,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悲痛。 他亲自前往刘统勋家中吊咽,发现门楣宅小,家居简朴,更是感动不已。 乾隆皇帝回公路上,想起刘统勋的事情,忍不住吊窃眼泪。 他对身边的大臣说,正是一股功,又说,如统勋乃不愧真在相。 参考资料,青史稿流统讯转灯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